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師長 各位貴賓 以及親愛的同學們 大家好 歡迎歷領第133場彙孫講座 今天很榮幸能夠邀請到 弘明祺院士歷領本校演講 本次的演講主題為 《癌不再是癌》 這是一個十分難得與珍貴的機會 相信我們都可以得到 寶貴的經驗分享有所收穫 在演講開始前 先為各位介紹今天的與惠貴賓 首先為各位介紹今天的演講貴賓 弘明祺 弘院士 院士好 接著是本校的 楊長賢 楊副校長 副校長好 接下來是深科院的陳全木 陳院長 院長好 還有深科院的師長們 師長們好 非常感謝各位百忙中莉玲 在今天的演講開始前 為了感謝院士不辭辛勞 來到中興大學演講 本校特別準備了一面 象徵最高榮譽的 慧孫劉璃獎座要致贈給院士 我們有請副校長頒發獎座 也請院士上臺接受我們的致贈 有請副校長及院士上臺 謝謝兩位請留步 我們請師長們也一起上臺合影留念 師長們請到臺前合影 謝謝師長們 請師長們先回座 演講開始前 我們請副校長為獎者引言 請副校長來為我們引言 那個洪校長 還有我們深科院的老師同學們 事實上是今天應該是給 全校的老師同學都來參加了 所以大家午安 那今天實在很高興 有這個機會 請我們那個洪校長 也是院士 來我們中興大學做會生講座 那我先把話講到前面 就是今天大家聽我們洪校長講 這個演講 一定指揮票降 我不相信委員會睡覺 不相信忙你們大家看一看 那我們這個洪校長呢 他是台大化學系畢業了 然後後來 那台大生化研究所的碩士 接著到美國去拿PhD 那PhD拿到之後大概82到84年 他就在那個麻省理工學院 當POLSTAR 然後就師承那個國際大師 做CANCER的研究 然後到了86年到94年 他就在德州大學的這個 安德森癌症中心 從助理教授做到教授 然後接著就一直都在那個單位 那2002年呢 事實上就當選我們中央研究院士了 然後在去年 年初就被recruit回來做中國醫的這個校長 那剛剛我們洪校長說 他沒想到中興大學 離中國醫藥還那麼近 他也很遠 事實上我們都是很近的鄰居 所以這個他來才 一年我們才把他請過來 實在是不太好意思 應該早就把他請過來 因為我們深科院 事實上就是要發展生醫方面的研究 那洪校長給我很深刻的印象就是 他其實天性 第一個天性非常樂觀 這點是我自己本身也希望自己做到的 就是往這個方向去 他天性非常樂觀 所以他說人每天都要笑 你才會有正能量 你有那個正能量才能對抗癌症 所以他研究癌症 他覺得研究癌症不是只是從基因下手 你要首先就是每天樂觀大笑 那所以你看就知道 他只要出現遠遠的你就知道他來了 因為他的笑聲什麼就變得很明顯 那第二個他曾經講過一句話就是說 你要設立一個不可能的夢 然後去實現那個夢想 他是這樣的 那其實我自己以前我鼓勵學生都說 那學生說 老師我們做什麼事情 不可能啦 做不到了 我就說 其實你如果那個機率是0.01% 你去試了 你說明就是那個人 你如果不去試是零 所以我們洪校長 他這個作用明爭的時候 所以他做什麼事情我都發覺 他就是很樂觀 他也不怕 也不怕別人笑 我就做 那個看守這麼多 有幾個看守這個疾病 沒有人做過的 正是我的機會 我就下去做 他就鼓勵年輕人 所以他回台灣 就到處 他跟我講說 他到處到很多學校去演講 那去跟很多的老師同學交流 希望鼓勵大家去做一些 可能我們台灣有溺取 曾經沒有人 還沒有人這麼深入做過的 我們可以來做 所以這是我非常感佩他的地方 我想 我不要說太多了 因為我想 留所有的時間 給我們的院士跟校長 他今天一定會給各位 滿滿的收穫 謝謝 謝謝 來 謝謝副校長 接下來我們請院長 請院士來為我們演講 謝謝 因為在小時候,我年輕時,我年輕時在美國,我年輕時有40年代,我年輕時有50年代 那時候,家裡如果人得到癌症的話,沒有人想說話 因為在那個時候,第一,你為什麼要癌症,你不知道 第二,你癌症,你得癌症大概要死掉了 所以如果家裡有人得到癌症的話,大家都不願意講 因為反正你要死掉,我不知道你為什麼得癌症 而且甚至有一些老年人,他們會覺得,為什麼得癌症? 是不是因為我三輩子? My last life do something wrong, that's why I got cancer this life. That's why part of reason nobody want to talk about it. 但是今天,today we all know the reason you got cancer,是因為什麼? 是因為你運氣不好,不是因為你三輩子做錯事情 是你平常的細胞的細胞變成癌症,所以變成癌症 so today,if you have cancer,你今天如果坐高鐵的話 you deserve to be a doctor, you deserve to be a doctor. 你們有沒有讓人家... 如果你做博愛座... 你是不是學生? You? 你做博愛座,你看他博愛座,就是你自己做還是讓人家做? 你不敢做的,跟我一樣,我也不敢做 OK,anyway,so that's why I chose... 我希望今天講完之後,I'm convinced you that cancer is still a terrible disease, but may not be that bad. 過去這幾十年,最大的指令就是 cancer. Cancer is the number one death rate in all diseases in Taiwan. And in the end, each year we have almost 50,000 people die with cancer. And some of you probably know lung cancer, lung, liver cancer, colon cancer, and breast cancer,these are the major cancer type. And also share with you,make all the data,OK? So in the United States,how many pop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Oh,you don't have to know that. 3億美元,3億人口. 那麼他一年的病歷呢,cancel的病歷大概1.8 million people with diagnosis with cancer in the United States. 那麼,every year,一年,多少? How many? 六十萬人,六十萬人在美國,die with cancer. It's not a joke. 然後我再給大家看一下,five year survival rate. Usually when we say cancer,we use a five year survival rate as a criteria because if you can survive five years,the chance to live longer is very high. So we use five year survival rate. the five year survival rate,這段時間,it's about 49%,差不多50%,50%. Today,approximately close to 70%. So it took 40 years to increase 20% of survival rate. So today,let's say,assume today,今天我們是70%的survival rate. five year survival rate. 那麼,如果我們要增加20%的話,to 90% How long you gonna take? Are you a student?The one who's sitting next to Dr. Lee? You're a student or postdoc fellow. 好,你是學生還是學生? 那我請問你一下。 如果過去40年,我們增加了20%的survival, 那你今天想,如果說我還要增加20%, 所以現在是70%。 那如果要增加到90%,90%就是almost cure,對不對? 那你想要多久? 在40年。 Anybody agree with him? 他說,這個要從這裡到這裡要40年, 然後我們從70%到90%還要40年,對不對? 謝謝你啊! After today's talk,wake up,wake up! 如果我們還要another 40年才達到90%的話, 我就這樣子。 OK? And, 那我只要你, You too! Including you! 好,今天我們講完之後,我希望可以commute你那樣。 好,2008年估計一千三百萬人得cancer。 2030年多少? 兩千兩百萬人會cancel。 台灣有多少人口? 再問你一次。 你坐在大隊旁邊,我就一天到晚要問你, 你貴姓大名? 貴姓貴姓,不要,名字沒有關係,貴姓。 哈? 姓? 喔,我們懂的喔? OK,洪小弟好。 台灣多少人口? 兩千兩百萬跟兩千三百萬有沒有差不多? 好! 也就是說,2030年全世界有一個台灣的人口會怎麼樣? 會得cancer。 看一下美國這個癌症的發生率跟死亡率。 發生率喔,female,male plus female and male,這個大概plateau。 OK,就是發生率大概是這樣子。 However, this is good news, the mortality rate,死亡率開始在下降。 下降,我們很高興看到下降。 但是這個下降的學歷,不夠快。 我們希望它這個下降的學歷,會下降的更快。 你們不高興嗎? 對啊! 那要靠誰? 靠我們大家,不是我啊! YouTube啊! 不要跟我講他們啦! 沒有他們,都是我們啦! OK? 好! 我來看,跟各位分享一下我們behavior,我們生活習慣跟癌症有什麼關係。 在美國,一百多年前,去看他的癌癌,lung cancer的incident rate,曲線是這一條曲線。 OK? And, if you look at United States, Cigarette consumption, CN的這個consumption rate,是這條曲線。 我們中學的時候學幾何? 幾何有一個很簡單的,你學過幾何吧? 那這兩條線讓你覺得像什麼? 平行線,對不對? 是不是平行線? 不是平行嗎? 也就是說,吸煙的比例增加的時候, Lung cancer的比例在美國,在台灣不一定一樣。 那麼,除了這個data之外,還有很多很多的 evidence. Now we know, smoking cause cancer. It's not the only reason, but one of the major reason. Smoking cause cancer. 所以現在,校園可以CN嗎? 不可以對不對? 電影院可以CN嗎? 不可以對不對? 飛機上可以CN嗎? 現在沒有人做飛機了。 現在觀眾密度沒有人做飛機了。 高鐵可以CN嗎? OK,我小時候,什麼地方丟人在CN? OK,這個就是生活習慣。 OK,好,可是,有人,我常常講這個data說,有人會說, 我家庭的老婆,一天到完CN就報回,她也沒有得到Lung cancer。 好,這個是事實。 This lady, when she was 100 years old birthday, and that's her birthday cake. Smoking. But she doesn't have Lung cancer. 這不代表說你就可以洗煙。 你要不要洗煙? 你有沒有洗煙? 好,記小工一次。 The reason is following. 如果你看,一個人每一年消費相應的包數, 以及他得到肺癌的發生的風險, 的曲線大概是這樣子。 平均的話,曲線就是這條紅色的。 可是,我們可以分成兩類人。 因為我們說,怎麼樣? 體質不一樣,我們平常講什麼叫做體質不一樣。 就是,我跟你可能不會太一樣。 因為,像這一種resistant 的病人呢,不是病人, 的人呢,他的那個代謝,他的代謝的機能呢, 可能比這一類人還強。 所以你吸煙的時候, the smoking carcinogen,在代謝裡面會被metabolize。 所以,他這種人呢,他可以CNC多一點。 因為他可以把它metabolize,變成沒有致癌的疾病。 所以,有一些人吸煙比較容易得到癌症。 有一些人比較慢。 那剛剛各位看到的那個老太太呢, 是Superman。 好,她一百歲,她每一天抽一大堆煙太。 但是,you may not be that kind of person. OK? in general speaking,就是85%肺癌發生於成有CN的。 但是不代表你不CN就不會得cancer, 尤其是在台灣。 台灣的Lung Cancer跟CN有關係, 但是還跟PM2.5還有其他裡面都有關係。 OK? 那麼就是CN啦。 那麼台灣還有一個很好,不是很好。 好,有一個台灣的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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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慣好。 就是檳榔。 檳榔。 You know what is 檳榔? Butanet. You know Butanet? Somebody can introduce that. Butanet is one type of plant that people take it out to, Just like you drink coffee. You keep you away. In Taiwan is very very popular. OK? 台灣 is very popular. 好,那麼台灣的檳榔產量呢, 在1971年的時候, 我們全世界產量最多是印度了。 這是百萬噸。 台灣呢,是很少了。 可是因為台灣在1971幾年後來我們在政府在鼓勵這個中小企業, 我們在經濟發展的時候呢, 在30年之後呢, 台灣的檳榔產量增加十幾倍。 印度呢,才增加兩倍。 印度的人口是 13億。 台灣是2300萬。 OK? 所以我們產量這麼高, 我們賺很多錢我們都很高興,對不對? 因為我們賺錢嘛。 但是各位, 在賺錢的同時呢, 我們有得到一個side effect。 這個side effect就是這一張。 就是, in Taiwan, at a different time, butanous production rate, 我們檳榔的產量。 然後各位再看一下, 台灣的口腔癌, oral cancer, oral cancer, the death rate is this curve. again, just like lung cancer and smoking. 平行線,對不對? 又是一條平行線。 這個平行線差十年, 也就是說, 可能這個跟台灣的口腔癌, 可能跟檳榔有關係。 那當然, 除了這個data, 不足以為證, 但是現在有很多很多的evidence, 就是說, 檳榔裡面有很多cassinogen, 你吃的時候, 你比較容易得到口腔癌, 而且不只是口腔癌, 其他的癌症都一樣。 所以, 這是告訴我們說, 我們的生活習慣。 那現在吃檳榔的人, 還是很多啦。 對, 不過檳榔西式已經沒有了, 我本來以前都還有一張檳榔西式, 不過現在檳榔西式已經比較沒有了, 所以這個還好, that's good. 好, 那麼接下來, 我就跟各位, most of the time today, I would like to share with you, is to tell you some of the stuff we're doing, and those things we're not do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I'm going to bring that back to 台中, 我們的 台中市。 不要把治療, 一起免疫治療。 But, before that, the reason why cancer mortality rate reduces, there are a lot of reasons. One of them is early diagnosis, 就是 early diagnosis, 另外當然是有新的治療方法, 還有, 現在的臨床照護非常好, 現在的醫院的設備比四十年前, 五十年前還好。 另外一個, introduction, 我們的黃癌的宣傳, 現在黃癌的宣傳很好。 我們說, 把這個黃癌改成冠狀病毒。 這個是從外交部拿出來的資料。 Sorry, listen. In all different newspapers in the world, they've been reporting that 台灣's epidemic prevention have been doing very well. 對不對? 各位, 你看得見的話, 就請稍微很快看一下。 英國的報紙說, 台灣防禁防疫標準有效, 控制確診人數。 美國說, 疫情爆發, 民主台灣如何勝過獨裁中國。 華國, 解放報說, 台灣, 各位注意這句話, 台灣憑一己之力, 稱為黃癌的典範。 My dream, My dream is, How many people know that guy? 各位有沒有在看電視, 在黃癌的那裡有沒有在看電視? 有一個很出名在WHO的傢伙, 姓譚, 誰知道, 誰不知道他, 那譚兄, 他現在終於announce, 這個, 武漢冠狀病毒是什麼? 是世界大流行的疾病, 是global pandemic, 但是他一直都不想要announce, 對不對? How many people do not know that 他在談, 他叫什麼? 他叫什麼名字? 你知道為什麼他叫什麼名字我叫不出來嗎? 因為每一次看到電視, 我看到他, 我就火了, 我名字我就看不下去, 我就差一點去把他扒下去了, 他叫什麼名字我叫他叫什麼? 他叫什麼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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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先開始, 這個, Tang Prize, 第三屆Tang Prize是2018年他們三個是講的, 他們幾個丟到台中來, 然後他叫什麼名字我叫做, 他們三個, 在兩年前拿到納賈獎, 不是納賈獎, 他叫Tang獎 Gleevec, which can cure leukemia, and John Menderson is the MD Anderson ex-president, that he unfortunately passed away last year, was my...我以前的老闆, 那么他是developed monoclonal body to target这个 disease, OK? Let's look at how Brian Juker developed Gleevec. Gleevec,这个是什么 molecule, 他呢,现在是已经知道,在2001年的时候,他FDL approved, 可以treat with这个leukemia,CML,那么,这个疾病呢,他是因为, 等一下我会稍微介绍一下,有一个Gene叫做BCR,另外一个Gene叫做ABL, 这两个Gene rearrange之后,造成cancer,那这种cancer呢, 他就developed with small molecule,可以target这个kinase,所以可以治疗这个疾病, OK? This CML disease, before 2001, which the drug was approved, there are only 5 years survival rate, it's only 30%. 所以很多病人是会死掉的, OK? Then when this drug was developed, this so-called miracle drug, in early trial, 53个病人, out of 54个病人, the CML completely responded. I still remember when this clinical trial was ongoing in the MD Anderson, the PI was my friend, who is my neighbor. Every Sunday, we actually eat the breakfast in the same restaurant. And every morning, in the Sunday morning, when you see me, say, Hey, Minchi, it's amazing, it's amazing. 因为他们当初啊,癌症的病人通常来都是, 就要走掉了,有一个活下来,有一个有response,高兴得要命了。 他就说,这个amazing, 因为每一个病人一进来要给他治疗, Tumor就 disappeared. 53 out of 54, complete response. Now,今天,CML,这个疾病, It's considered cure. 看看这个data. Almost 10 years ago, 90% survival rate, 6 years. 95% 8 years of survival rate, 一个疾病如果像这样的data, You consider that the cure. 冠状病毒还没有啦。 OK? So, this is cure. Not cancer is cure. This type of cancer is cure. 然后, 不只是cure而已。 各位,还没有人打瞌睡對不對? Wake up! Look at the number. This is a major anti-cancer drug. Every anti-cancer drug, This Glyvac is the one we just mentioned. It was approved in 2001. 他2001年, 這個要被FDA approve. 年销售额超过4.6 billion, 從2001年到2017年, 17年的overall accumulation, 51 billion US dollar, 510億美元. 给你test, 多少台币? 不要笑, 考试喔! 他的考试是谁? 要计算一下, 510億美元. 多少? 1.5兆台币? 1.5兆台币? 钱多不多? 不多啦, 再多? Come on, 我閉嘴啊! It's not my business. Right? That's fine. OK, That's your business. But at the end, I'm going to tell you It's actually related to you. You can be part of it. 好, 那麼這個東西, 這麼偉大, 這麼多錢, 我問你一下, 你有沒有同意一點幾兆對不對? 1.5兆對不對? 是不是? 還是你算不出來? 你腦筋修斗? 有沒有? 這個錢, 你有沒有覺得很多? 很多對不對? 那你要不要知道說, 哇! 這麼多錢, 那到底是什麼仙丹? Anybody study chemistry? 有沒有化學系的? 化學系的幾手? 沒有啊? Nobody know chemistry? How many people take the organic chemistry course? 有計劃學? 啊不然你是用他啥啊? Oh, Everyone, OK? So let me see what's this. 如果你今天學過有計劃學, 這個就是Glipment, 這個東西就是 51 billion US dollar, in 17 years, 但是不是因為這個Compant, 如果你這位學過有計劃學, 你說, 我來做藥, 這個就是藥, 錯, 而且不是小錯, 是大錯,特錯, 藥, 今天的抗癌藥物, 包括, 抗那個, 冠狀病毒, 你必須要target, 它就是target什麼, 剛剛我講的VCR, 這個底劑, 是因為兩個劑, fuse在一起, 這個底劑, 是因為這個基因引起的, 所以你這種病人, 是用這個藥才有效, 所以你今天要說抗癌藥的話, 必須要有一個structure, 還有一個target, you need chemistry and biology to collaborate together, you cannot just say I'm the chemistry, I think I'm the drug, but if you're drug, you don't know whom to target, 好, 那麼再跟我介紹一下, 還有另外一個最近的example, I know you think it is nothing to do with me, why President Hong talk about this one, I'm gonna convince you, 這個跟你有很大的關係, 可能也會賺很多很多很多錢, 你賺很多錢的時候, 他很高興, 因為你會捐給中心大學, 不過你今天上課的話, 中國醫藥大學不要忘記, 中心大學如果10%的話, 中國醫藥大學5%啊, 好, 這是另外一個, 以上我馬上要講, Loxo, 我剛剛講的PCR, Apple是叫什麼呢, 我們人有多少的chromosome, 23對chromosome, 對不對, 好, chromosome有long arm, short arm, 假如說一個GIN在這個地方, 另外一個GIN在這個地方, Cancer常常會怎麼樣呢, Cancer的chromosome會translocate, 這個GIN1跟GIN2, fuge之後就變成這個東西, 這個GIN只有在什麼, 這個GIN只有在Cancer以後, Normal裡面沒有, BCRApple就是這個, 然後這個Loxo 101也是這種東西, 那為什麼我要講Loxo 101, 是因為我如果剛剛講那個東西, 你說啊,那個都已經是幾年前的事情了, 拜託欸, 2018年是哪一年啊, 2018年多久以前啊, 兩年前喔, 兩年前你多, 你現在幾歲, 24,兩年前你22, 還很年輕啊, 對不對, 對,所以這花生在你身上喔, 好,我再請問一下, When this drug was developed, because they target this particular gene, and, 從2013年, 從2013年, 這個company剛剛 formed, Loxo Oncology, 2013年, 今年是2020, 2013年你, 這位同學, 你2013年你是練初中還是練高中? 2013, 2013, MGDL, 高中, 高中好, 高中好, 你在高中的時候, 公司請成立了, 到2017年NDA, NDA叫做New Drug Application, 因為他做了臨床試驗, 成功了, 2018年FDA把這個藥 approve, 就是兩年前, 對不對, 2013到2018年, 從, 一個small organic compound, small organic compound, 就在這個地方, 但是因為他知道, 他會target這個rearranged gene, entrack的rearranged gene, 所以他肯定過出來幾年, 各位, 因為你不在cancer的富有, cancer一個drug以前, 從discover, 做臨床試驗, 一二三, 一共要十幾二十年, 有時候要三四年, 各位同學, 今天, 他在高中的時候, 他形成一個company, 大學畢業沒有, 還沒有, 還在中心大學, 對不對, 他高中的時候分這個company, 他今天練大學的時候, 他這個company, FDA approve, sold, 多少錢? 不太多了, 八十億美元, 他有, 多少percent? twenty percent, 多少錢? 這個藥, 這個藥藏, 只有一個藥, 對不起, 他賣掉多少錢? eight billion dollar, sold, and if you are inventor, you may own 10% of the company, 八個 billion, 八十億美元, 10% 八億美元的賀, 啊你, 幹嘛上學? 10% 中心大學 contribution, 中藝大, 5% OK, this is the real story, so, 我今天跟你講的不是說, 啊那古早時代的事情, I'm sorry, it happening, right now, and, there will be more, 如果還有這種機會, 小紅, 你有沒有興趣? 有沒有? 或者,啊, 不好意思, 賺太多錢不要賺, 有沒有不好意思? 又不換話? if you have chance to be involved, why not? 好, 剛剛講的都是small molecule的drug, 我們現在在想抗體的drug, 抗體的drug, 這個是我personal friend, 他們三個都是我好朋友, 就說, 我那一天, 就是去年我很高興, 因為他們因為discovered這個, 這個藥, 他們拿了這個, Laskar World, Laskar World的錢沒有, 沒有糖獎多, 不過是一個非常, 是一個叫做pre-nobel prize的一個war, 他們三個拿這個, 因為是這個gene, 賺太多, 這個news是我clone的, 我年輕的時候, 我現在很年輕, 我說我非常非常年輕的時候, 我post到的時候, 這個gene是我clone的, 那麼, 這個gene是1986年clone, 這個藥呢, 是1998年, FD approved, 之後就開始救很多人, 很多breast cancer patient, 可是都沒有被recognize, 因為非常complication, political behind that, 但是, I'm so happy that, 2019, to last year, 3 of them share, Laskar World, 他是一個臨床醫師, 他做臨床試驗, Michael, 跟Alex, 都是genetic, San Francisco, 一個biotech company, 的員工, 他們就是因為discovered 我拿這個講, 為什麼我要講這個呢, 就是在1980初中期的, 89或者87的時候呢, 乳腺癌跟卵柴癌, breast cancer and ovarian cancer have been found, this gene, the Hortuny gene was overexpression amplified, and it's a very poor poconosis marker, for example, if I use ovarian cancer as example, 這是patient的survival, how many day, 5000天, 如果這個ovarian cancer, 他這個Hortuny gene 是一個copy, 他可以, 都是一樣ovarian cancer, 這是他的survival curve, 5000, 5000天是多少年, 多少年, 十幾當啦, 如果你是cancer patient, 你可以活十幾年, 你還沒有complain, don't complain about it, it's not a big deal, however, however, please pay attention here, this one, 如果一樣的ovarian cancer, 卵巢癌, 他這個tumor裡面, 這個gene, the copy超過五倍的話, I'm sorry, in one year, 通通再見, 這個再見不是這個再見, 是生理識別, 跟武漢那個方艙醫院一樣, 生理識別, ok? 那麼暖潮癌, 乳腺癌, 乳腺癌, 相類似, 乳腺癌有這種病人, 大概20%, 1998, the antibody against this self-serve receptor, was FDA approved, and, after that, 這是他每一年的income, 到現在, 2016, 2017, 2018, 一年還都是7, 不是7塊錢, 也不是700萬台幣, 是7個billion US dollar, 一年, ok? continue, ok? 所以, market很大, 好, 我們現在介紹就到這裡, 有small molecule drug, 有anybody drug, 請問一下, 在座各位同學, 有沒有人做過anybody的? 欸, 我的夢, 你一定大家都點點啦, 欸, 有produced過anybody, 請你舉手, 我也想要跟你做個好朋友, 可以嗎? 有沒有? anybody have done produceanybody? no, that's fine, ok, how about that? anybody has buy theanybody, just do the experiment, raise your hand, 給他管的啦, anybody是什麼, 什麼怪物嗎? anybody是很簡單的東西啊, 對不對? 哪有anybody, 一個anybody, 這個賣這麼多錢, 有很可怕嗎? 沒有, and so this is one of the antibody drug, this is the market, and now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anybody drugs, especially recently, the very hard area called immunochepoint, anybody, and I just want to talk immunochepoint之前呢, 我希望各位, 好,今天各位是中心大學, 所以你不學中醫沒有關係, 如果你是中國醫學大學齁, 我要問你說, 有沒有看過黃帝內心? 看過黃帝內心幾首? 你都沒有回答, 如果我是like, 你就不是receptor是不是? 黃帝內心啊, 沒有人看過啊? 黃帝內心, is the first Chinese medicine book which was written thousand years ago, and nobody know who wrote it, 對不對? 然後它裡面有很多話, 那個concept都是對的, 他說, 正氣存內, 寫不可幹, 誰可以解釋? 他是怎麼講的? 他說,當你要第二, 一個底細的時候, cancer也好, 或者是冠狀病毒也好, 都可以, 你必須要有兩個重要的因素, 第一個去血, 第二個浮症, 什麼叫去血? 如果用cancer來講的話, 去血就是剛剛講的那個 herceptin antibody, Tarkin HER2, 對不對? 或者是glyvac, 那個small monocule, Tarkin BCR abel, 因為他是把癌細胞殺死, 對不對? 好, 那個就是fine, 叫做去血, 什麼叫浮症? 浮症就是, 增強你的免疫力, 就是剛剛, 這個, 當副校長講的, 我一直, 我每一次在開行政會議的時候, 他們說, 主席信話, 我說沒有, 主席不信話, 只是只有說, 而且我是主席, 我只有說, 你有沒有, 今天有沒有大笑三聲, 保持心情愉快, 如果你保持心情愉快, 就像你這樣笑得很甜, OK, 你會增加你的免疫力, OK, 真的喔, 広威隊老兄他沒笑, 如果你們兩個都一起被冠狀病毒, 有infected的話, 你就沒有心疼, 他就有啦, 我沒有蓋你啊, OK, 這個就是浮症, strengthened body resistance, 好, 這個是, 千年前, 我們, 老祖宗就講過這種話, 這種觀念, 結果呢, 兩年前呢, 這個諾貝爾獎呢, 突然間搞清楚了, 他們就請這兩個人拿諾貝爾獎, Wilson, and Postku Hongjo, 他們兩個自選, 2014年, 他們獎, 是成立的時候, 他們是 inauguration of the, 唐獎的第一個, 唐獎, 我是唐獎的那個審查委員, 唐獎就是希望說, 如果你拿諾貝爾獎我就不給你了啦, 但是如果你的話, 我希望你拿諾貝爾獎, 所以這個我們達到了, 2014年, 他們兩個拿, 唐獎, 2018年, 他們兩個一起拿, 諾貝爾獎, 他, 是我的同學, 在MDN的審, 他, 他, 他常常在台灣, 在Kilton University, 他們兩個就 develop 一種新的方式, 免疫療法, 叫做immunic point therapy, 好, 因為, 因為這裡, 我們主要不是, 因為假如我是在Cancer的領域, 大家都知道這個啦, 但是我現在不知道, 在中心大學的話, 對這個所謂免疫療法, 你們會知不知道? 如果你都沒有聽過什麼PTL1的話, 請你舉手, 好, OK, 我就用很簡單的方法, 這個現在在癌症方面, 是一個非常硬的, 非常硬的PTL1 approach, 不是說所有的癌症都會, 但是, 因為它增強免疫力, 所以很多癌症, 它都可以治療, 那它的簡單的概念, 如果各位不記得的話, 就記得一件, Immuno Checkpoint, 好, Immuno Checkpoint在哪, Immuno Checkpoint Inhibitor, 現在在Anti-Cancer裡面, 非常硬, 因為它很有效, 不是所有的癌症, 但是在某一些癌症很有效, 但是它主要呢, 不是殺死癌細胞, 它是增強你的免疫, 它怎麼增強免疫力, 我用非常簡單, Oversimplified的概念, 來跟各位介紹一下, 拜託, 我講完之後, 你不要去找那個Test Book, 大都會我們講的這樣不對, 我的講的不是不對, 是對, 但是我把它Oversimplified, 這樣可以嗎? 好, 就是讓你聽起來比較好, 是對啦, 但是DETAIL我沒有講, 好, 這是癌細胞, 癌細胞是怎麼樣, 我們剛剛已經講過, 你為什麼得癌, 就是因為癌細胞, 癌細胞從哪裡來, 從正常的細胞老, 也就是說什麼, 人之處什麼, 性本善, 癌細胞本來是好的, 可是它後來, 結果結交壞朋友, 就換案了, 就變成壞人, 就變成壞癌細胞, OK? 當癌細胞從正常細胞變成, 壞了癌細胞之後呢, 它就做了壞事情了, 就一個Mark, 這個Mark我們叫Tumor Antigen, 那麼T細胞是什麼呢? T是我們人體的免疫力, 就是我們的, 就好像我們的警察一樣, 那這個警察呢, 就會告訴我, 好,你做這個壞蛋了咧, 做了壞事情, 他用這個T-Cell, 用一個T-Cell receptor, 就會把這個Rack來, 就說好, 警察就看到這個壞人之後, 就經過這個Interaction, 就告訴你, 你是壞人, 我就把你抓起來, 就把你管起來, 這樣不聽話, 我就跟你的BANG BANG, 什麼叫BANG BANG, 槍斃啦, OK? 可是, 各位, 道高一尺, 某高一丈, 對不對? 欸, 癌細胞也要存活啊, 它也要Survive啊, 冠狀病毒也是要Survive啊, 對不對? 台灣的大哥聽說啦, 台灣的大哥聽說都在中部是不是? 人家跟我講, 人家說不在台中, 他說台中旁邊什麼髒話啦, 什麼, 說很多大哥啊, 但是要出入的時候, 就到台中的那個, 那個舞廳叫做什麼? 那個舞廳叫什麼名字? 金錢爆啊, 對啦, 聽說大哥就這樣, 這些大哥齁, 好, 這些大哥他也要Survive啊, 要不然就哪有order欸, 他們怎麼Survive? 你們知道大哥Survive 用什麼方法嗎? 不知道? 不知道? 你不知道? 上紅包啦! 你不會送紅包嗎? 現在有沒有送紅包? 沒有啊? OK,好, 這個就像送紅包一樣, 這個壞蛋呢, 它為了要生存, 它就表達一個蛋白質, 叫做PD-L1, in-cell service, PD-L1是幹什麼? 這個PD-L1的蛋白質呢, 就會跟這個T-cell的PD-1 interaction, 那這個T-cell是什麼? 是警察局啊, 這是壞人啊, 這個intention一來, 這個intention就是有一個channel在那裡, 紅包就進來了, 紅包, 就去送紅包, 你聽得懂嗎? OK, 有紅包進來之後怎麼樣? 警察會不會抓壞人? 不會的啦, 就好像說, 哎呀, 我們中心大學畢業, 沒關係啦, 是不是? 我今天當壞人, 那你當警察, 都是中心大學畢業的, 我們哥們啊, 就不抓他了, 所以呢, 經過這個intention, 癌細胞就活下來, 這樣聽得懂沒有? 好, 那什麼叫做immunial checkpoint? 什麼叫做浮症? 浮症就是怎麼樣? immunial checkpoint就是用很簡單的觀念, 就是我develop抗體, 剛剛已經講過, 你誰用過抗體, 你們用過抗體嗎? 對不對? 抗體可以買啊, anybody啊, 抗體齁, 如果對這個, 會interaction的話, 這兩個蛋白質的interaction, 因為抗體一進來怎麼樣? 就dissociate, 你dissociate之後就怎麼樣? 紅包就沒地方送了, 你不能送紅包之後怎麼樣? 這個TC包, 就會把這個IC包殺死, 這個警察沒有拿紅包, 就把這個壞人抓去灌了, 所以immunial checkpoint的觀念是什麼? immunial checkpoint有沒有說, 製造一個藥去把壞人殺死, 把異細胞殺死? 沒有, 它只是怎麼樣? 它只是把這條鏈斷掉, 讓我們的TC包更強, 去用靠人體的TC包, 去把它壞人殺死, 對不對? 現在我們不是在冠狀病毒, 在develop vaccine嗎? 觀念一樣, 觀念是一樣, Vacine也是就是, 拿一個假的壞人進來, 然後讓我們的TC包, 讓我們的免疫細胞, 去recognize, 觀念是一樣的, OK? 所以大概就是這個觀念, 很簡單, 很簡單, OK? 好, 那麼這個荒唆, 在十年前, 第一個藥, Jim Ellison, developed anti-city effort, approved, 接下來, 現在很多很多這種藥, 現在很多這種藥, 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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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Catchuta, 還有Optiva, 這兩個藥, 現在都用了很多, 他們現在還是很明星的藥, 還是賺很多很多錢的藥, 那這個都是一個抗體, 剛剛是這一位, 是吧? 你用過抗體嘛, 對不對? 抗體就是antibody, Y-shape, 對不對? 就是這樣子, 一個蛋白質就Y-shape, 好, 為什麼這兩個藥, 拿都給我講, 這是黑色素瘤, 黑色素瘤的survival, 黑色素瘤, 這種黑色素瘤, 在這個藥出來之前, 是沒有救的, 我說沒有救是怎麼樣? 這種病人是, 80到90% depends on what area, 80 to 90% of the melanoma patient die within one year, 12 month, most of them die, before this drug, but now, these two drugs are developed, 剛剛講的那兩個藥, 他們兩個修弄都在講, 其中一個anti-CDO4就是這個, one drug, 26%survival for five year, five year survival rate, 另外一個drought, 44%, 當你要這兩個, two combination, 52%,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pay attention here, this is not an animal experiment, this is a human clinical trial, so every spot here, one person is alive, one person is alive, 所以, 現在這個curve, 本來這個病是沒有救的, 12個月就到這裡了, 現在因為這兩個藥, 有57%可以活下來, do they deserve Nobel Prize, 鼓掌啦, right, they do that, because this person is supposed to die, because of them, 如果, 明天你有這個機會, 你要不要part of it, and I invite you, you should join to be part of it, 然後, 不只是這樣子而已, 剛剛在講的這幾個, 都是明星的藥, 剛剛講的這個, Optiva, 或者是, Catchita, 都是一年, 七八個billion US dollar的market, 單單一個anybody, 單單一個anybody, 一年就賣掉七八個billion US dollar, 而且救了很多人, 剛剛是這位同學是吧, 你是同學是吧, 還是你是post down, 沒有關係啦, 反正是你用過anybody對不對, 你的anybody多貴, 你的anybody是甚麼, 你的anybody是買來做Western的, 大概三百塊美元, 或兩百塊美元, 差不多吧, 一萬塊, 這個anybody比較貴喔, 這7.5billion US dollar, 但當然, 你不使用這個為Western, 或你也可以使用它為Western, 但這個是用來救人, 這是用來救人, ok? 好, 從現在開始, 剛剛七點五個billion, 一年, 單單一個anybody, 你的anybody才一萬塊台幣啊, 對不對? 對不對? Do we still have a chance? Yes, and let me tell you why, 從這裡到這裡, 還有很遠, 那你會說, 啊這個很遠跟我沒有關係, 誰說跟你沒有關係, 我現在就是要跟你講, 跟你, 有關係, why you cannot do it, 有很多approach, combination, 我現在, 這個東西很多approach, 我就share一個, 我們現在在中國藥大學做了一個, 的那個approach, 就是, tumor is heterogeneity, 我看看, tumor, 什麼叫hetogeneity, 我們剛剛講那個藥是什麼樣, 它是anti-PDO1, 對不對? PDO1 positive, 你用anti-PDO1, 對不對? 好, 今天,我們現在把門關起來, 不要真的關, 假裝啦, 把它關起來, 我們這裡面, 就是一個tumor, 那每一個人, 都是一個tumor cell, 好不好? tumor就是這樣, 但是每一個tumor cell, 互相之間, 都不一定一樣, 好, 我用這一, 啊, 你跟他, 你們兩個都是tumor cell, 他在打瞌睡, 我要唱歌給他聽, 沒有關係啦, OK, 你沒有戴眼鏡, 對不對? 他有戴眼鏡的, 戴眼鏡是怎麼樣你知道嗎? 戴眼鏡是PDO1 positive, 那你沒有戴眼鏡呢? PDO1 negative, 因為tumor就是這樣, 這個叫做tumor heterogeneity, 一個tumor裡面, 不是每一個癌細胞都不一樣, 有些癌細胞是不一樣的, 那他呢, 他是PDO1 positive, 他戴眼鏡, 我們都戴眼鏡, PDO1 positive, 我們兩個都一樣, 那我們在devile這個藥, 專門在殺PDO1 positive, 所以我這個devile的藥, 剛剛講的那個藥, 會, 把你有沒有, 把你殺死, 不過我也死掉了, 所以你不要困難, OK, 反正你戴眼鏡, 我戴眼鏡, 好, 又你沒有戴眼鏡啊? 好, 這個, 對,你有沒有戴眼鏡對不對? 你有戴眼鏡眼鏡嗎? 沒有,好, 所以你也不死, OK? 就是tumor heterogeneity, 這個藥, 是專門在PDO1 positive, 你把它殺死, PDO1一開始你不殺死對不對? 現在我, 在devile的藥的時候, 有沒有辦法, bystander effect, bystander effect的意思就是說, 我今天developed藥是PDO1 positive的藥, 把我殺死, 把他也殺死, 可是, 因為你坐在他旁邊, 你也坐在他旁邊, 因為他死掉, 對不起, 你們兩個一起死, 這個就是bystander effect, 如果你不坐在他旁邊, 你跑得很遠, 你不會死, 但是因為你坐在他旁邊, 禁住著, 你摸著黑, 你去被殺死, 就是bystander effect, OK? 所以, 如果要加強這種therapetic efficacy, bystander effect, 所有的anti-control都很重要, 尤其是target therapy, 好, 那麼, 這位各位看一下, 我現在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們developed bystander effect, 現在, 這個是在美國引力學的, 然後我現在帶回來台灣, 接下來講的project, 都在, 貴City, 我說貴City, 你聽到有嗎? 就是在台中做, OK? 這是什麼? Antibody, 對不對? 這是Antibody, 我們把這個Antibody怎麼樣呢? 加一個chemical, 這個chemical是非常toxic的 chemotherapy drug, 就好像原子彈一樣, 好, 這個Antibody是recognize什麼? 戴耳眼鏡, PD-1-positive, 所以這個Antibody呢, 如果你跟PD-1-positive的細胞, 在一起, 就會把SARS, 如果PD-1-negative的細胞, 它就不會SARS, 然後你做一個動物實驗, 看這裡, 這是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 就是所謂的三陰性主腺癌, 三陰性主腺癌, 在現在所有的主腺癌裡面, 大概20%, 這20%的主腺癌現在是, 主腺癌現在不是很了不起的疾病, 我說了不起, 就是不是說那麼難Q, 但三陰性還是很困難, 三陰性現在沒有藥, 三陰性現在沒有藥, OK, 那麼三陰性的主腺癌呢, 你在做實驗的時候, 這是動物模式, 不治療, 它都死掉, 40天, 用Anti-PD-L1-positive 25% survive, 這個藥, 現在FDA approve, 在治療 breast cancer, 已經 approve, 這個clinical trial data, 跟human差不多, 做clinical trial的PIRM, 是我的朋友, 這差不多20幾%, OK, 這是動物實驗, 這個一樣, 這個動物實驗跟人的實驗一樣, 可是, 我們現在發展的這個藥, 抗體加這個, Kemotropic drug, 叫做ADC, ADC就是Anti-Body Drug Conjugate, 各位同學看一下, 70%, 動物不是人, 所以我們現在要把它在CIRB, 要把它放成人, 在中國的大學, Test, OK, 那這個有沒有bystand effect, 好, 各位看一下, 這個藥, 好, 癌細胞如果有PD-L1 positive, 你跟它incubate在一起的時候, 它被殺死了, 剛開始100%, 你把藥放在一起, 這個癌細胞就被殺死了, 好, 可是你把這個癌細胞的PD-L1 knock down, 各位知道knock down的意思, 就把它拿走, 所以沒有PD-L1, 細胞是一樣, 但是沒有PD-L1, 你再拿這個藥, 它活活的好好的, 就是, 就是你們兩位, 沒有戴眼鏡, 這個藥沒有辦法殺死你們, 只會殺死他, 只會殺死我, OK, 所以你很高興對不對, 你也很高興對不對, 你不高興了, OK, 因為你沒有PD-L1, 所以我不殺你啊, 可是, 現在, 我們把這個PD-L1 positive, 跟PD-L negative, 混在一起, One to one ratio, 就像你現在這樣, 你坐在他旁邊, 對不起, I'm sorry, 禁足者禁魔者黑, 對不對, 所以你也死掉了, 這就是Bystander Fact, 好, 我們知道這個Bystander Fact, 這個, 不是在這裡講的, 就是各位有信息的話, 那個, Paper是在, 2018年, Cancel sale, 就是, 喔, 我說在台灣, 好像都很care這個, 對不對, 我們平常在美國, 我們不想這個, 在台灣都想, impact factor多少, 我現在給你看的, 都是impact factor, 我告訴你, impact factor, 如果沒有20, 我都不敢給你看, 你們知道, impact factor20, 是什麼意思嗎, 或者你不知道, 我, 我, 我上個月, 跑去, 高雄醫學大學演講, 那, 黃明鴻, 就黃明鴻, 那個院長, 他們有一個醫生, 他說, 哎呀, 以前去過, 洪老闆的實驗室, 他叫洪老闆, 他說, 參加你們Saturday Journal Club, 你體驗的Paper, 都是那種, high impact paper, 都是impact factor, 五以上的, 我說, 靠腰, 五以上那種是high impact的啦, 我說, 你搞錯啦, 我們那時候, 挑出來的Paper, 都是二十以上的, 才present啦, 不算high impact啦, 這個, 李佳壽知道, 李龍仁他知道, but anyway, ok, 如果你有興趣, 知道Makingham的話, 我們知道Makingham嘛, 我們知道Makingham, ok, 好, 所以, 接下來, 我再跟各位分享一下, 就是這個問題, puzzle, 這是在臨床上的puzzle, 在七年前, 就是, 我們剛剛講說, 你有戴眼鏡對不對, 我做pdl1, 要把你戴眼鏡殺死, 對不對, 那你不戴眼鏡, 沒有pdl1, 你就不會殺死, 可是, 在臨床上做實驗的時候, 有很多都pdl1 negative, pdl1 negative應該怎麼, 應該沒有效啊, 對不對, 可是都有效, 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各位, 我們現在都在講冠狀病毒對不對, 冠狀病毒有一個名詞叫什麼, 假陰性, 是不是, 它測出來, 為什麼要測三次, 因為它有假陰性, 因為你說是negative, 事實上它不是negative, 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說, 他們當初認為這個pdl1 negative就是假陰性, 事實上, 他們說pdl1 negative真的有效, 這些有效的病人事實上是positive, 那為什麼, 是因為現在的檢測方法不夠好, 那我們就在實驗室裡面, 就在去年, 好, 在這篇pdl, 又是impact factor23.9, 不是5, 對不起, 這篇pdl, 去年的pdl, 我們發展一個新的檢測方式, 然後把那個假陰性, 把它確認出來, 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現在這個data, 這是病人的survival, 存活的時間, 這是病人的pdl1的excode, 就是它的表達量, 就是那個tumor tissue去做standing, 那這個standing的antibody, 是美國FDA approved的, 這個antibody貴得要命, 這個antibody不是一萬塊台幣, 這個FDA approved都很貴, 好, 但是你給他看一下, 這個病人FDA更多, 理論上來講, 做therapy response要更好, 對不對, 應該是要這樣子, 對不對, 應該是要曲線, pdl1越多, 你survival就會越好, 結果沒有, 這就是clinical puzzle, 這個已經知道很久了, 在過去差不多七八年, 都一直知道, 一直到去年, 一直到去年, 一直到去年這篇 paper, 我們知道這是腳印性, 因為我們怎麼樣, 我們發展那個新的方式, 我就不在這裡講, 我們說要一個很簡單, 在生化上面可以做的一個方式, 把它重新染色之後, 然後再一樣的這個, patient survival data, 再看一下, 就是你pdl1更高, 它的response rate更好, 那麼為什麼, 一樣的patient data為什麼這樣, 就是因為它檢測方法不對, 假陰性, 就跟那個冠狀病毒一樣, 好, 那我給各位看一下一個patient data, 這是中國醫藥大學一個patient data, OK, 各位看一下CT scan, 在做治療之前, tumor很大, 對不對, 做治療之後, 眼睛這樣大一點, 請拜託, 有沒有tumor, 對不起, 沒有, 對不起, 沒有, 對不對, 因為, 這個immunochempointer, Antipidio1, 可是這個病人呢, 運氣很好, 因為當初他在這個病人, 在被治療的時候, 是FDA那個Antibody, 檢測的Antibody還沒有出來, 所以所有的病人都治療, 可是我們在搞這個病人的Tumor DG, 用FDA approved的方法去做檢測, 陰性, 陰性, 那陰性怎麼會response, 因為是假陰性, 我們現在發展一個新的方法, 我們今天不在這裡討論, 在剛剛那一篇PayPal裡面, 其實是這個, 它這個是陽性, 也就是說, 現在FDA approved的方法是, 會檢測到假陰性, 如果是今天, 今天的話, 這個病人就不會被治療, 因為他是陰性, 所以他就不治療, 可是用我們的方法, 他是陽性, 他就會治療, 但明明就有效, 明明就有效, 好, 這是我們現在在做的實驗, 就是剛剛給各位看的, publication, 現在那個, 我們還在繼續進行中, ok, 那, 這個很重要, 可以, 十分鐘差不多, 好, 那麼, 那麼, 非小細巴癌, Nun small cell lung cancer, Lung cancer在台灣是, major disease, ok, 那麼在Caucasian呢, 這15%以上的, EG of receptor mutation, 它是, 我們亞洲人是50%, 就是說, 我們亞洲人是50%, 如果你是Lung cancer, 50%有這個Mutation, 那很好, 因為這個Mutation, 就有點像VCR Apple一樣, EG of receptor kinase inhibitor, 這個很多人在實驗室都在用, 好, 2003年, FDL proof, 你這個藥, 可以治療病人, 沒有什麼side effect, 沒有像kemo這樣的, 然後這個病人可以活個一年, 一年兩年, 然後後來就resistant, resistant之後呢, 他們又develop了一個藥, 再活個一兩年, 然後又resistant, 到後來現在第三個generation, 就活個一兩年, 就resistant, 所以現在的Lung cancer patient, EG of receptor mutation, 就在台灣是50%, 50%, 大概活個3到4年, 但是你在做治療的時候, 醫生會告訴你, 這是non-curable disease, 什麼叫non-curable disease, 講得不好聽說, 你也死啦, 就叫non-curable disease, 因為我現在給你的藥, 你只能活一段時間, 接下來recent, 再換一個藥, 再活一段時間, 最後到後來沒有效, 你就是要kiss me goodbye, 就是要再見了, 這些人, 有名有信, 有名有信, 都在Hospital裡面, 現在我都可以叫他名字, 各位, 他們在等什麼, 他們在等兩件事情, 一件, 去見顏和王, 另外一件,等什麼, 等什麼, 等我們, 去救他們, 今天在座, 有多少是生命科學院, 對不對, 在等你們, 你不要說跟我沒有關係, 誰說跟你沒有關係, 你不做誰做, 我嗎, 拜託我這十歲這樣, 在等我們, 這些人, 有名有信, 都在Hospital, ok, 好, 那麼, 還要再等下去嗎, 我就跟各位分享一下, 在這篇 paper裡面, 好, impact factor, 二十以上, 你要看細節去看一下, 我們現在找到一個方式, 就是這種, 就是動物模式, 這種動物模式呢, 這個藥, 做做做, 它eventually, 你不治療的話, 它tumor就這樣子, 你用這個藥的話, 它剛開始有效, 後來就是沒有效, 就剛剛已經講了, 動物就死掉了, 我們發現一種combination, 今天我不在這裡講detail, 你有興趣會看, 用這兩個combination的話, tumor是這樣子, animal survival, 這是animal survival, 你不治療它死掉, 你用一個藥, 它活了一段時間跟人一樣, 到後來就死掉, 可是你用我們這個combination, 這什麼, 活下來, tumor free, 動物, 在人上會不會這樣, I don't know, we are testing, 還有, 這個藥, FDA還沒有proof, FDA還沒有proof, 我們就有著力點, 中學大學, 我們有藥學院, 我們現在在看這個藥, 現在這個試驗的藥呢, 是普通做試驗的藥, 不是人體的藥, 不是FDA的藥, 所以我們現在在modify, 希望把這個藥, 很快做出來, 在台灣, 在台灣, 我再講一下, 在台灣先做Chanico-Trial, Keep in mind, 這個疾病, 我現在講的, 不只是台灣沒有救, 是這一種疾病, 對不起, 全世界都沒有救, 全世界這樣的病, 就是這樣子, 就是non-curable disease, 我们希望这样的时间 带回来台湾 在台中 在台中好不好 还是要在台北 台中啦好不好 在台中把它做出来 OK 最终的原因 我回到台湾 你不要以为我回来台湾 就是来吃小吃的啦 我很喜欢吃台湾小吃 是事实啦 我是回来台湾想做点事情 OK 古时候 找药是怎么找 古时候你要身体很强 要爬山才能找到药 对不对 爬山去找草药 所以你说 这个还有没有人记得是谁 谁讲的 松下问童子 原始采药去 只在吃山中 云生不知处 The medicine master is always in the mountain so you talk herbal medicine 这是古时候 对不对 各位同学 今天 你要做药 你要爬山我没有反对啦 一个运动啊 对不对 但是你不需要爬山去找药 你要怎么找药 像我们今天这样 get together 把门关起来 戴口罩也好 不戴口罩也好 我们可以talk about it 然后 come out idea go to 实验室 去找药 that's what we can do today and who can do it who can do it you and I mean it you 再看一下 全世界十大药厂里面 有两个 Roche跟Novatis 我特别喜欢这两个 因为它这两个 第一它赚很多钱 第二它们两个 research david都是我的朋友 第三呢 这两个 不是赚很多钱 这个不是43块 是B点 他们两个都在一个国家 叫做瑞士 瑞士有多大 好 我都问这边 这边有没有同学 你是同学吗 你是学生吗 你 是不是学生 你是学生 瑞士有多少个 Google Google一下 小一 8.5个 8.5个 是人口 台湾有多少 2300万 选举打掉 你不知道怎么多少人 一人一票呢 瑞士只有8.5个 million的population 瑞士有两家全世界 top 10的药厂 为什么我们没有 为什么 为什么 why 不要说我 因为我们努力不够 当然因素很多 政府的政策 这个那个 这个那个 we should do that in Taiwan what's wrong with that 这是不是有必要更厉害 没有啦 我刚刚给各位看的那一张 防疫 台湾的防疫指挥中心 是全世界最好的 全世界现在美国 什么什么欧洲党 什么什么日本 台湾都不用说 南韩都不用说 外国甘皮刀 我们都好好的 我们都好好的 对不对 那瑞士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 我们人也没有比他少 我们防疫也没有比他差 你们都比他还Smart 拜托 你们都是国立大学的学生 我还树立 OK 为什么你不可以 Let me ask you Why you cannot do that 好 再跟各位很想一件事情 好 谁中文程度比较好 中文很好的 请举手 那一位同学 穿红衣服的 戴眼睛 帮我看的 就是你 你不是穿红颜色 对对对 就是你 低头那个 请问一下 这是谁写的事 不服 不是 有人要帮忙一下吗 礼拜 白痴 那个礼拜 那你知道接下来是什么吗 有没有要放他忙 天生我才必有用 接下来是什么 这下来是哪一句 千金三金防御来 对不对 那不对 那古早时代 各位同学 自向 必高 方 有证 我今天跟各位分享很多 这些药 不是那么远 它可以救很多人 这些药 它可以 赚很多钱 当然赚钱不是你的务必 但是它可以救很多人 它可以 create 很多job opportunity 现在台湾 为什么大家都不在买PhD 那就没套了 如果各位进来 create 这种job opportunity 有人会说 Motoroka 你别记得出来 公司排着 等着请你去 Somebody can do it You can do it 就是你要有人去跟你讲方向在什么地方 今天我们算有缘 我以为我们很远 我们很近 开车 找风景 OK 我来跟各位介绍 Conserve在这个地方 所以不要忘自 菲薄 好吗 接下来 我再跟各位分享一点 对吧 大家都知道这个 冠状病毒 各位同学 一个研究型的大学 我说是研究型医学大学 其实我刚才来中学大 那个中心大学 我发现我这个研究型医学大学 这个医学要把它拿走 因为研究型医学大学 你没有生命科学院啊 不然你生命科学院是在做什么 像这种东西都是社会责任 如果我们研究型的大学 不去解决这些医学难题 谁来做 谁来做 在路上走路的人吗 开计程车的人吗 他们会做吗 谁来做 谁 为 为 因为我们 你在生命科学院啊 你有买antibody啊 你会做Western啊 对不对 责 无 旁贷 it is our responsibility 好 OK 冠状病毒 传染病不是我们的专业 但是 但是当这个病毒一出来的时候 我们一看 你要做Target这个Therapy 除了Spike Protein跟那个ACA2之外 当然那个 瑞德西韦那个Target Organic Polymerus 也是也是 另外一个就是Protein 所以当这个狂状病毒Sequence published 在二月初的时候 陈岳 老师 他是贵小毕业了 他是中 对不对 诶 你都不知道 你中心大学毕业了 他是中心大学毕业 中心大学生化所 生化所 生化所的同学请举手 对啊 只有一个 不然中心大学毕业都走一队 要说癌症 没要听都走一队 走一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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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yway 陈岳现在join中国越大学 所以当初他的团队 他团队可能有人在里面 就是说 看这个Sequence就赶快 现在他的Becture里面 express这个蛋白质 这个蛋白质为什么重要 各位 这个protein require to lift all the right protein to make the冠状病的 如果你可以找到 inhibitor去block这个水解面的话 this is a job to help those patients who are infected by冠状病毒 我们还没有找到 但是团队 团队可能有人在这里面 团队在进行之中 所以仙药还没有找到 但是仙药云生不知处 我希望抗癌就在此三中 各位同学 今天尤其是今天 我们台湾人应该要特别的交外 这个抗癌 这个防疫 我们现在变成世界的model 对不对 我们现在变成世界的model 如果我们在抗癌外面 可以找到一个很有效的药 或者像国务员 或者像中原院他们现在 阳岸摔益他们develop一个新的筛权的方式 如果我们有办法在这些东西 都是leading in the world的话 我们敢就要去管 我们有在WHO来着吗 有一天 如果我们做得好的时候 WHO 那时候不是谈 谈早就被窃户自杀了 他已经死掉了 OK WHO有一天会来 来求台湾说 能不能来教我们怎么去防疫 那时候如果你两个抗 你也会说 我们不是会员 我没有这个教你 台湾就是需要这些 你必须要在台湾制造两年 包括这个 包括抗癌 包括anything you are doing 包括做口罩 现在口罩我们快要可以出口了 我还有一个prediction 这个是什么时候开始了 现在 你没有带你再带了 你有啦 以后啊 以后 戴口罩就是装饰品 你还只戴口罩都要特别一样的 没有几百年前才能够带这个 今天我平常不带啦 今天要来这里不大不好的意思我就带啦 这个东西有的很贵呢 你现在口罩一个五块钱 七块钱 以后将来有那个特别花纹的 特别香味的 可能一个到好几十块 而且那个可能变成是我们这个装饰品 有可能啊 变成一个industry啊 这个separate issue 所以我们需要的 就是台湾需要很多很多很多的 让台湾这条亮点 然后可以让这个台湾的亮点让世界看得到 好 这是我2018年12月 那个时候准备退休的时候 从MGS我的团队 现在还有一半人在那个地方 李荣言 李教授 以前在这里 如果今天那个时候你不在了 你就回来了 我现在大概还有一半在那里 现在实验室慢慢在说 我现在实验室 搬回台中在中文元大学 所以各位老师 如果我们有可以合作的机会的话 I'm open for collaboration 各位同学 如果说你有兴趣 加入我们研究团队的话 我们现在open for any position 从助理 Master PhD Post up Any 我们有很多 interested in the project Welcome everybody Come together 那这是我的email Just in case you'd like to email to me 谢谢各位 Thank you 谢谢院士 今天精彩丰富又神动活泼的演讲 接下来是Q&A的时间 我们请深刻院的院长来为我们主持 好 那我们谢谢宏宴师这么精彩的演讲 那接下来时间就留给大家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要提出来跟宏宴师一起做交流 什么问题都可以 我相信宏宴师一定会很乐意回答大家问题 OK 好 来 现在动吗 什么问题都无所谓 我说你要问Scientific question 你问到Scientific question 就是一种 来 所以我可以问Scientific question吗 可以 在这边 是 就是您提到 有一个project里面 你把PD-1 那个antibody跟一个small molecule 把它conjugate在一起 那这个实验 你们本身怎么去 就是在你们实验室 你们怎么去选择那个small molecule 然后你们要怎么conjugate它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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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question Why the reason we chose that small molecule to coupling 是因为那个small molecule has been coupling to another antibody which has been FDA approved 所以这个 been human test point number one point number two 怎么coupling 我也不会coupling 但是很简单 五千块美元 你叫公司帮你coupling chemistry chemistry 这在做 不会太困难啦 不会太困难 这做chemistry都会coupling 还有这个coupling有很多 strick 叫做link 有很多人在link上面做很多pattern 我们不是专门做哪个 我们只是拿哪应用而已 所以那个实验per se 我们事实上不是 就交给公司做 五千块 OK 所以 如果说我们有发现一些 更有趣的什么mall molecule 其实是可以follow这个方法去 这个叫ADC 你的antibody drug conjugate 你把ADC Google一下 一大堆review都跑出来 ADC很重要就是第一 antibody 你要哪个antibody 第二你的load 你要拿一个drug 我们用的是其中一个drug 是FDL put the drug 然后第三个就是linker 就是你要用哪一个linker 把这两个接在一起 这样子 ADC是一个很重要的area 有点很重要的area 我最喜欢学生问我的问题 因为学生问的问题 都非常innovative 因为学生问的问题 因为你是一张白子 不是白痴 白痴 不要误会 所以你进来问的问题 常常都是我们都认为说 本来就这样 为什么本来就这样子 是非常stimulative的问题 如果你们没有问题 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好不好 开玩笑 我可没有每天都来 你下次要找我 你到中文医院大学 你要排队 你一面有来的时候 可不是我回的哦 是我的秘书回的哦 要不然你要经过 李隆远李老师哦 不然你找我找不到哦 我今天家里又不问 我又不给你刺激了啦 有问题我又free啊 几点 台湾的学生都比较保守 平常我如果在美国 给人讲的时候 都是一讲完之后 问题到对 或者是我讲你们听不懂 这边有两位 好来 先 岳师你好 我想要问一个问题 就是 Bystander的那个部分 不是有PD-L1 还是PD-1的那个 Positive or Negative 除了那个之外 会不会就是用那个药 去治疗这两个部分 那会不会有什么Sight Effect 有 会使那个症状 细胞死亡 OK very good question 我们刚刚讲的 Bystander Effect 我们说我们是在Target PD-L1 Positive Tumor Cell 但是这个Tumor呢 除了PD-L1 Positive之外 还有PD-L1 Negative 对不对 所以我们带了一个很毒的药 把PD-L1 Positive SARS 然后旁边的PD-L1 Negative 就一起SARS 对不对 问题是这样会不会有Sight Effect In principle Yes 但Practically 你Tell the Antibody 是什么 你故意挑这个Antibody Primarily Expressed in Tumor Cell 就是你Normal Cell 是1 Tumor Cell 是50 或者100个单位 那这样子的话 你做的这个Coupling 主要就是它给你100个单位的Tumor Cell Normal Cell 也会不会 也会 但是这1对100 也会给你 offensive 所以通常在做这个中 就是刚刚那个老师问的问题 就说 除了Loading之外 就是那Anybody 也是要求我们 我們為什麼要挑這個來做 是因為PD-L1 Primary Express in Tumor Micro Environment 一般的Normal Cell 非常非常低 所以這樣就沒有智肥 我因為今天不是科學講的 通常科學講的 我就會講說沒有智肥 至少在動物上 而且在人上面也是一樣 因為人這個已經FDA 鋪得要 這個Antibody 在打那個Tumor Cell的時候 已經很多人在Test OK 那為什麼我們挑這個 就是這個 Small Molecule 在另外一個Antibody裡面 FDA已經有鋪了 OK 那我沒有回答你問題 有喔 這邊還有一個問題 謝謝 來 第二位 來 這邊 老師你好 就是說你請問你用什麼方法去確認說 因為剛剛我看到你剛剛來的 是說那一個PD-L1的那個假銀性 是跟那個Guy-Cocitation是有關的 那你是用什麼方法去看那個 那個PD-L1的假銀性 跟那個Guy-Cocitation有關 OK OK 因為這個是比較科學的東西 我沒有講好 Guy-Cocitation對不對 好 PD-L1會有Guy-Cocitation 有糖激化 如果沒有Guy-Cocitation之後呢 這個PD-L1的Activity是沒有的 所以我們當初呢 做這個Antibody是On Purpose On Purpose 是Developed Molecone Antibody 在Screen的時候是Against Wild-type的PD-L1 所以它會Against Guy-Cocitation 然後我們就怎麼樣呢 就一個Negative Scanning Screening 因為我們有四個 這個安基酸會糖激化 就把它Mutate 這個Mutant 就沒有糖激化 這個Mutant 沒有糖激化這個細胞呢 我們就看看這個Mutantibody 是Wild-type positive Mutant negative 就是它不會recognize Polypeptide 或者是它不會recognize 它只recognize Guy-Cocitation 沒有Guy-Cocitation呢 它就不會recognize 我們是On Purpose 挑這種Antibody 所以現在全世界 現在全世界在文獻上 有Guy-Cocitation specific Antibody 只有你的朋友 我 只有我有 OK 只有我有 但是接下來 接下來還有人做 因為是我們實驗室 第一個發現 Guy-Cocitation is important function 第二點 為什麼會Bystand effect 我們也是故意挑的 這個因為你們有 Bystand effect 是因為它必須要Internalize 我們也是故意挑的Internalization 因為今天的Talk不是Scientific Talk 所以我就不講那種地點 這樣我沒有回答你的問題 OK 有喔 有回答喔 我PASS 我PASS OK 好 那機會難得 我問一個 雖然我不是學生 但是我很好奇 那個 PD-L1的一些immunotherapy 在很多的藥物的開發 其實已經走得相當不錯了 紅燕市這邊有很多的經驗 那台灣現在像DCB 很想要再 進一步把那個 這些immunotherapy 再加上一些 cell therapy 把它搬拌在一起 像是CAR-T 那您覺得PD-L1的一個 Inhibitor 或EckBody 再加CAR-T的cell therapy 這個potential怎麼樣 可以 因為CAR-T 剛剛院長講的 CAR-T就是 把那個T-cell 把它engineer 然後把這個T-cell 就好 OK 我是個病人 然後把我的T-C胞拿出來 然後我的癌症 是屬於 H2 positive 所以你就把 H2 antibody 放到我的T-C胞上面 所以這個T-C胞 是我的T-C胞 就會recognize 這個H2 positive 然後就可以殺死 這叫CAR-T 然後現在呢 因為PD-L1 剛剛跟您的Question有關係 就PD-L1 現在已經知道 是Primary Expressing Tumor Cell Nomal Cell很少 那麼In principle PD-L1的Anybody 也可以來做CAR-T 對不對 事實上 Yes 我不曉得 你說DCP在做是不是 DCP在用PD-L1做CAR-T 用PD-L1做CAR-T 很多人都有這個idea 我們也在做 只是我們很慢 因為我在等什麼 我在等中心大學的人 來我實驗室做這個project 所以現在很慢 老師這實驗有天生的難度 它不是那麼容易 CART-T這個實驗 它天生有些難度 不是那麼容易 OK 既然這位老師已經提了 Personally 我覺得CAR-T 因為CAR-T 現在是全世界最貴的藥 有沒有人要查查看 你如果要做CAR-T 而且CAR-T現在只有在Lukemia 在Line Liquid Cancer Solid tumor沒有辦法 因為Solid tumor Hetogenicity 就是有戴眼睛 沒有戴眼睛 Hetogenicity Lukemia比較簡單 那Lukemia的CAR-T 有沒有人要查查看 你打一記說 我要去做CAR-T 你要多少錢 有沒有人要試試看 多少 180萬台幣 1千 1千 我上次美金多少 1千 我上次美金多少 1千 大概1千 1千 大概1千 50萬美金 對啦 差不多50萬美金 靠腰 靠腰 靠人要做 有啦 過台面了 他不需要 他有沒有得病 不過他以前 他弟弟過世 就是說CAR-T現在 就是太貴 那為什麼那麼貴呢 是因為他必須要把我這個人 的T細胞 從血液拿出來 在Invitual Culture 烤球之後 再把那個基因再放進去 放進去再大量 至少T-Cell 然後再打到人體裡面 這當然貴啊 但是現在CAR-T 有很多很多 Back-up strategy 就開始 將來CAR-T可能會更便宜 可是現在還沒有 將來一定 一定會更便宜 我用簡單的 現在做這種 這種疾病 如果是沒有救的疾病 我們現在 先剛開始在做研究 就只看說 有沒有效 有效之後 你將來大量 或者是將來有效做 就一定有辦法 把它弄得很便宜 很簡單的來講 各位 現在有沒有人 在實驗室做DNA sequence DNA sequence 你們都是怎麼做 送去哪裡 送去社會 台中有沒有社會 做DNA sequence 都送去 都送去 說的DNA sequence 我是很延期的 我現在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很認真 我PhD 念五年 我Day and Night 都來做Sequence 拼五年 Christmas我都來做Sequence 我們那時候做Sequence 怎麼做 那個Jail 你們現在在做DNA 做Jail 都做Mini Jail 對不對 在做Protein 或做DNA 都是小小的Jail 走在膠上 然後用UV照一下 噢 便宜在哪裡 是不是這樣 我那時候 九十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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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屁Glass Place 你不要笑 你笑 你拿就拿不起來 我跟你說 那很重的 我都做那個Sequence 這邊在暗房裡面 都一個一個唸 ATGG這樣做 我做五年 Day and Night 都沒有Christmas 大家都在那邊 我做五年 我做多少Sequence 你知道嗎 五千個Base Per 不要給他笑 我給他笑 我拿出來要怎樣 現在呢 現在你從Sequence 就是Human的Genome 三乘以十的九次方Base Per 多少錢 一千塊美元 我五千 昨天 要想都不想 零點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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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但是就看大家要怎麼做 但是KaT在變便宜之前 說不定有其他的方法可以replace 因為KaT這種 Invitocultural 把病人的T細胞拿出來 靠球 然後再工程 再放這個 這個不需就太麻煩 最簡單的藥就是什麼 小維他命就像Glyvac 小蚊子 小蚊子 一天吃一顆 這樣絕對 不用去醫院 也不用打針 對不對 一天吃一顆 就最簡單了 但是不是每一個藥都可以這樣吃 反正藥很多種 都有各有利弊 小蚊子 Antibody KaT這種Cell Therapy 都有不一樣的Pro and Con 在不同的時間 現在KaT是 尤其在Solidium KaT不是那麼容易 對 那在Lukemia可以 但是貴的不像話 還有人 但是如果現在有人得到的話 就是沒有選擇 如果是Lukemia 對不對 所以 甚至因為KaT這麼貴 現在還有一個新的Concept 是一個MIT的那個 諾貝爾獎得主 他拿諾貝爾獎不是科學 是經濟 是經濟 有一次 我在一個會場上 I have a join you know conference with this guy the Nobel lottery who is in economic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Cancer這個藥這麼貴 以後就像買房子一樣 mortgage 當payment 投款 如果是50萬美元 這樣好不好 投款 5萬 如果你活下來的話 你欠我30年慢慢還 如果你沒有活下來 投款就好啦 以後不要拿了 其他不要拿 反正你已經死掉了 It's an interesting concept I'm not sure it's going to work but there are people talking about that those drugs which become unbelievable expensive mint big they use the model system similar to buying a house mortgage 如果你真的是沒有救了病 你付一個投款 然後你活下來 你叫你30年20年慢慢付你 我想你願意喔 我想你願意喔 我如果沒有活下來死掉 我兒子也不用付啊 就投款付完就完了嘛 如果活下來我就慢慢付啊 我就負責了 就滾滾滾滾滾滾滾 你們不喜歡嗎 不喜歡這樣 你撞掉了啦 好 謝謝洪彥師 那不知道在座的老師或同學 還有什麼問題 那如果沒有話 我們是不是就再熱烈掌聲 我們再謝謝洪彥師 謝謝 謝謝 Thank you 謝謝